大家好,我是泡泡,今天我们来聊聊男人 那么男人他有几种状态 一种是刚刚出生的时候嗷嗷待哺的那种状态 第二是男人比较幼稚还不成熟的阶段 那么第三种就是男人比较成熟了,可以经受风雨 那么在这个阶段的男人就活明白了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样的男人才算是活明白 男人活明白了有哪些状态呢 接下来就说说男人活明白的几种状态 对照一下你是不是如此 第一种状态,不随便结婚 一个男人如果他活明白了,他会懂一个道理 就是可以多恋爱,但是千万不要随便结婚 因为恋爱是向一个人推销自己的过程 这个过程会让自己更进化,更完善 男人之间天生谁比谁会强呢 不过是一次次的恋爱通过跟女性建立亲密关系 来建立自己的自信 女性不断给男性提供变好变强的动力 等这个男人真的成长起来了 他就会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才是他真正所需要的 所以活明白的男人他不会随意结婚 如果你找错了妻子 这就意味着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成本 现代婚姻这个形式它会稍微更倾向于女性一些 如果结婚不谨慎 你失去的是自己的时间 获得了大量的责任 以及家庭对你的很多需求 比如说有车有房 孩子上最好的学校必须在某个城市有户口 家人生活水平必须马上提高等等 这平白无故对你来说增加了很多你 其实并不需要的压力 当然这并不是在逃避男人的责任和义务 而是应该挑一个相对来讲 更理解自己跟自己更契合的另一半 活明白的男人不随便结婚 一旦他真的结婚了 便不再随便了 状态二 善于长期规划并拥有独立的经济 如果一个男人学会理性思考 注重长期规划 并且积极为自己的未来发展 做出努力 在经济方面 这个男人更注重理财 学会保持财务稳健 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 那么这个男人就算活明白了 成熟的男人让自己有存款 现在社会很多男人都在花未来的钱 享受今天的生活 也就是借贷的日子 万一自己失业了 没有收入来源了 便到处借债 债务缠身 那么成熟的男人呢 在债务方面会非常谨慎 有存款才是一个男人真正的底气 也许现在收入不高 但是你勤俭接约也会有存款 所以不乱花钱的男人 有点抠门的男人 是活明白了 第三种状态是 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 活明白的男人 越来越看重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不是他们怕死 而是他们懂得了 自己的身体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他的身上还有家庭的重担要挑 为了老婆孩子家人 也要保护身体健康 人生有了身体这个一 才会有后面的零 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所以说当一个男人开始戒烟戒酒 开始学会有规律的生活 开始对养生和保健更感兴趣了 开始展开体育锻炼了 开始去定期体检了 那么这个男人算是活明白了 状态四 具备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 男人活明白了 意味着他们调节情绪的能力是不错的 他们懂得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 并从中汲取经验教学 他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性 不受情绪左右 不轻易陷入消极情绪中 即使遭遇挫折和失败 他们也坚持下去 不轻言放弃 这种情绪当中的成熟和韧静 不仅能帮他们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 也会对周围的人产生积极的影响 例如越活越宽容 活明白的男人 他会看淡很多事情 不去计较 不去怨恨 懂得宽容 越宽容的男人 他将得到越大的世界 不再轻易把任何人和事摆到自己的对立面 不以刻意的恶意去揣夺别人的言行 笑一笑 云淡风情 退一步海阔天空 放过他人也是在饶过自己 除了生老病死 人生当中重要的事情其实没有几件 一个男人承受的标志 就是不会为生活当中的小事而愁容满面 也没有必要去跟别人争个长短 纵上所述就是一个男人活明白的五种状态 概括一下 就是懂得趋利避害 顾全大局 承担责任 照顾身边人 同时又不被环境所绑架 不活在别人的评价里 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 才能获得新的自由 这才叫活明白 活通透 好 我是泡泡 拜拜